大家好 今天抽点时间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练习健身气功的呼吸 其实练习健身气功呼吸方法很重要 我们要了解并且掌握各种呼吸的要理 平时我们不去注意呼吸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们的自然呼吸 它是放松顺其自然的 胸部起伏 肤部平稳的呼吸方式 而在练习健身气功 比如八段颈 一筋筋等等 功法的时候 它相比自然呼吸来说会比较慢 中间还有摒弃 臂气停顿的一些过渡动作 复式呼吸可以分为顺复式呼吸和逆复式呼吸 顺复式呼吸 就是吸气时腹部容器 就是吸气时腹部容器 逆复式呼吸 这相反 就是吸气时腹部内收 不论采取何种呼吸方式 都由吸气 呼气 止气 病气 四个动作构构构构构 吸气后 短暂的病气 呼气后 暂时停止呼吸 等等 我国的古人说 使气 是否较结 病气 病气 则伤 因此 吸气 呼气 要轻松缓慢 不可强吸 硬呼 停闭呼吸 和病气 要轻轻地 停止 慢慢地揭续 鼻吸 鼻呼 是基本要求 但是有些功法有发音要求的 就可以用鼻吸口呼 比如说像六字诀 还有一斤筋里面的三盘落地等等 这个要鼻吸口呼 健身器功是节能省力 低耗氧的运动 随着深细匀长的呼吸 呼吸频率会逐渐降低 但要注意不可急于求成 一下子就达到深细匀长 斗折就会出现风喘气三项 容易影响健身效果 健身器功对呼吸的要求是 胸式呼吸要气随行运 顺畅自然 柔和协调 不喘不至 腹式呼吸则要求 洞吸香水 洞缓吸长 倒气令和 吸吸倒脊 不论何种呼吸方式 都要以形倒气 以气运生 外导内收 内外合一 启息落呼 开吸 合呼 先吸 后呼 续吸 发呼 是呼吸的基本规律 也是帮助大家记忆的 不论是哪种的呼吸方式 都需要我们认真的练习和掌握 才能在健身器功中发挥出最佳的效果 遵循这些原则 我们就能更好地掌握健身器功的呼吸技巧 享受健康的生活 让我们一起练习 感受健身器功的魅力 谢谢大家 太极神师兄 健康养生更轻松 感谢观看